台南人劇團二零一五年春天戲水系列 推出新瑞導演的作品 《解構田納希》 用鬧劇跟戲耍的方式挑戰嘲諷 經典作品《慾望街車》中 男女性別的刻板印象 《解構田納希》安排了酷兒演員 帶領觀眾大膽的探討 情感慾望以及身份認同的多元性 《貓的叫聲》 《貓的叫聲》 恐怕我要貼身輸足 檢查我的身體 你的心靈 放我的右手塞進去 挖出來 台南人劇團新作《解構田納希》 用鬧劇的方式嘲諷慾望街車 反擊父權制度下的性別刻板印象 藉此解放多元的慾望 《欲望街車》其實對戲劇系的訓練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作品 然後它其實從1947年到現在 它一直都是一個經典的作品 那可是它裡面其實所塑造的 這種性別的 或是鼓吹一個性別的刻板印象的這件事情 其實雖然我們會覺得47年到現在 離我們已經很遠了 可是那樣子的邏輯其實在日常生活中 它還是跟我們生活在一起 每天被演練這樣 一開始最想要做的原因是因為 就像我這樣子的女生 其實在這樣子的表演 或這樣的劇本裡面 其實是找不到一個角色 這初改變自美國開當庫劇團的作品 導演將劇中的男女主角 做了性別轉換 將原本男主角變身為女童劇中的T 女主角白蘭琪 則設定為變裝皇后 透過角色的翻轉 對抗傳統的性別認知 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性情相對 不需要假扮成我們都可以接受的樣子 不需要讓自己很安全 所以就是在他們最自然 用他們生活中的語言 對情慾表達 然後去做他們最日常生活中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這個劇本 一開始吸引我的地方 劇中的演員會不斷跳出角色 回歸自我來提醒觀眾 演員知道自己在演戲 隨時對台上的事情都有評價 我們日常生活中很多會覺得 應該要是這樣子的事情 其實對很多人來說 並不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會覺得 好像寫實表演的真實其實 或者是我們要求的一個真實的東西 其實它很多時候是被建立起來的 包括不管是性情相 或者是性別氣質 它都是一個一個平起來 一個一個平起來的 我們認為的表演 或我們習慣看到的表演 它其實也都只是真實的一種 可是其實有很多人的真實 只是一起來都會在台上出現 結構田大西 在劇場內透過遊戲跟拼貼 製造新的性別對話